有这样一部经典佳作 观众却是希望反派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而这就是24万人打出8.6分的电影 《勇闯夺命岛》 该片讲述美国常年派遣特种部队 在他国执行见不得人的任务 这也导致很多士兵客死一项 他们没有获得应有的抚恤 也没有任何嘉奖与表彰 就连像样的军葬也没有 爱兵如子的汉墨准将 很想为死去的士兵争取应得的抚恤 但他的提议却是被高层无视 想起士兵等待不到支援的绝望 汉墨打算用自己的方式 为死去的士兵讨回公道 当他摘下手上的婚戒 就证明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在一个滂沱的雨夜 汉墨召集一帮中心的士兵 准备伏击海军的某座军火库 先是利用准将的身份 来到军火库甲装饰查 实则是为了盗取这里的某样军火 为了不伤及无辜 手下利用麻醉枪把看守的士兵放倒 接着来到军火库的最理端 这里存放了一批名为VX的毒气弹 而汉墨就是为了得到他而来 只是在搬运的过程中 其中一名士兵因为手滑 导致毒气弹的核心毒珠滚落而出 为了不让毒气卖年 粗心的士兵也被关在了室内 然而这种毒气可谓是相当的恐 只是短短的数秒钟 他就能使人的皮肤溃烂而死 下令关门的少校 也只能痛心地说声抱歉 他要是不及时下令关门 整个军火库的士兵全都得交代在这里 而这就是生化武器的恐怖之处 然而得到毒气弹还只是行动的第一步 隔天汉墨又乔装成平民 来到一座已经成为观光点的监狱 相传这里曾经关押了全美最凶残的犯人 由于监狱四面环海 数十年以来 只有一名犯人从这逃了出去 可见这所监狱的安全系数十分之高 游客纷纷体验蹲回监狱的感觉 可这也给了汉墨一个绝佳的机会 前一秒的游客 后一秒变成了人质 为了巩固自身的军事实力 汉墨招来一批眼里只有钱的士兵 他们又以菲尔上尉和戴罗上尉为首 这里就称他们为老白和老黑 他们来到监狱内部 迅速布置作战指挥中心 同时还布置两枚可随时发射的毒气弹 随后对整座监狱进行排爬 他们发现浴室是整座监狱的薄弱点 于是在这里安置了一枚动胆探测器 只要轻微地想动 他便能给出预警 完成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接下来就要展开报复行动 但作为一名优秀的将军 战前动员自然是少不了 汉末随后一通电话打到五角大楼 并以81名人质 以及15枚毒气弹作为威胁 希望部长能在48小时内准备一亿美金 用以抚恤那些曾经跟随自己且战死的士兵 不然他会朝着旧金山发射毒气弹 到时就会有数十万百姓无辜丧命 提完要求汉末便挂断了电话 然而如此行径只能引起美政府高层的不满 他们现在讨论的不是死去的士兵 也不是人质和抚恤精 而是如何防范毒气弹 只是这种生化武器简直是无解的存在 哪怕是少少的一勺子毒气 就能使得八条街的生物灭绝殆尽 于是打算秘密潜入监狱摧毁毒气弹 可要想做到这一点 就得需要三种人 一是需要一支特遣队 二是需要一名生化武器专家 三是需要一名了解监狱的向导 前两步很容易解决 只是监狱荒废多年 了解地形的监狱长早就死了 情报局局长不得已打起一名犯人的主意 他叫梅森 一位被关押了30年的英国顶级特工 虽然头发已白 但枕边的孙子兵法 证明他还十分有眼光 但这些都不重要 关键的是 唯一一个能从恶魔岛监狱越狱之人 就是他 情报局的小胡子告诉梅森 只要能指引特种部队进入恶魔岛监狱 无罪释放令将随时奉上 条件看似很诱人 但梅森并不相信小胡子的心目 眼看谈判失败 局长不得已让生化武器专家凯奇 前来与梅森谈判 凯奇虽然只是一名待在实验室的文职探员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 让他少了一点狡诈 反倒是多了一份真诚 他复述了小胡子刚才说的话 为了让梅森相信 他当面拿出释放令让梅森签字画押 这才让梅森改口可以考虑一下 然而在考虑的期间 梅森来到饭店要先沐浴一番 作为英国皇家高级探员 始终要保证门面不容有损 但在此期间他却是干了两件事 一是偷偷藏了一根绳子 二是打电话订了一桌子海鲜大餐 随后穿上帅气的西装 来到阳台修剪发型 暗中却在绑弄刚才藏好的绳索 而屋内的海鲜大餐 则是吸引了警戒的探员 这才是梅森的真正目的 转眼一个越老越帅的顶级特工 便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为了接下来的合作愉快 梅森要与局长握手言和 然而嘴角略微抽搐的局长 很是不情愿地伸出右手 但下一秒就中了梅森的圈套 局长虽然关押了他30年 但梅森并不是真的想杀了他 而是借此机会逃离这里 来到酒店门口 抢夺一辆汉马便快速逃离 一路上他横冲直撞 破坏建筑只为阻挡追逮的警车 海森则是打电话给同事 得知梅森还有一个亲人在这里居住 随后找到该名女子 这才知道梅森只是想见一件 从未谋面的女儿 女孩知道梅森的存在 但自从母亲死后 她都是独自生活 面对眼前熟悉的陌生人 她有些害怕 可又不得不承认这份血缘关系 得知梅森是从监狱逃跑出来 这让她又有些失望 两人的谈话都被凯奇听见 直到警察赶到这里 凯奇却是给了梅森一个挽回尊严的台阶 对于凯奇的这一举动 梅森内心十分感激 随后同凯奇以及特遣队 一同前往完成解除毒气弹的任务 当直升机靠近岛屿 他们就被岛上的雷达所发现 然而真正的主力却是单独低空飞行 随后利用潜水装备 从海底潜入监狱的蓄水池 当几人来到监狱内部 这里的铁门已经被锁死 眼下唯一的进入口 是这不断吐着火蛇的焚化炉 特遣队认为这根本无法同行 但梅森却似咕噜般地朝着炉内翻滚 原来火苗的喷射是有规律可循 加上梅森曾经从这里越狱 这一点自然难不住他 转眼梅森成功来到铁门的后方 并让特遣队抓紧时间行动 他们来到地下通道 朝着浴室的下水道前进 梅森自然知道监狱的薄弱点 可是汉墨也早在这里布置了动胆探测器 虽然特遣队行动十分小心 可还是触碰到了探测器 监听的士兵随即发出警报 汉墨便带着精锐火速赶往浴室 并把冒头的特遣队给团团包围 特遣队长佩服汉墨为士兵所做事情的初心 但这种恐怖形势要挟等同于叛国 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一个小小的失误 导致双方在原地焦起火来 哪怕汉墨竭尽全力让手下停火 可此时已经是为时万一 由于特遣队处于劣势的下方 转眼之间 客栈队员全都交代在了这里 只有凯奇和梅森还猫在下水道 只是一切来得太突然 两人不得不转移阵地寻找其他入口 但他俩的行踪还是被士兵发现 汉墨于是让手下扔出燃烧罐 这是打算将两人给逼出来 如此大范围的燃烧和爆炸 两人躲在水底才躲过一劫 在梅森的带领下 他们发现两名看守的士兵 正在守着十多枚毒气弹 梅森果断支出一柄飞刀 瞬间解决一人 另一名士兵拿出武器反击 考虑交火可能会击中毒气弹 这让两人的反击被束缚了起来 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梅森便贴近地面射击 这正好击伤了士兵的双脚 士兵见状想拔下拉环同归于尽 梅森则是朝吊着的压缩机射击 百经重物一路而下 士兵直接没了任何气息 海奇找到储存的毒气弹 先是打开外壳取出毒株 关键的导航芯片 是毒气弹飞行的核心元件 这一股脑的拆卸 直接报废了12枚毒气弹 迟迟没有得到两名士兵的汇报 这让汉墨察觉大事不妙 士兵发现奔逃的两人 并在隧道中再次交起伙伴 梅森猫在高处偷袭一名士兵 但他也被另一人给扯了下来 在两人扭打之际 海奇拿起手脚不断解围 为了逼出两人 汉墨只得抓来一名人质 威胁凯奇赶紧现身 不然他会每隔一分钟就会杀一人 就在凯奇为难之际 梅森却是挺身而出 他打算前去拖住汉墨 再次拆除了一枚毒气弹 只是下一秒 他也被突然出现的士兵给当场抓住 虽然两人破坏了汉墨的计谋 但汉墨并没有杀了二人 而是把他们关在了牢房之中 只是对于梅森来说 这简直是小菜一碟 他撕下床单 制作了一个绳状的布条 随后伸出手转上几圈 松开布条便卡住了一旁的开关 只是轻轻一扯 牢门便被打开 虽然打开的是隔壁的牢门 但梅森还可以来第二次 然而眼下离最后打款期限不足半小时 华府高层见特遣队迟迟没有任何信息汇报 于是准备动用战机 一举将恶魔导给一平 人不人知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华府的脸面不能丢 而汉墨也认识到自己的手段有些软弱了 于是下令发射一枚毒气弹 用以震慑一下华府高层 毒气弹升空的一刻 华府高层全都紧绷起神经 但他们也是无能为力 击落与不击落都会造成伤亡 就在毒气弹要降临城市之际 汉墨却是更改了攻击坐标 毒气弹随后落在深海中引爆 汉墨只是想以此方式获得高层的注意 杀人并非他的本意 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滥杀过一人 但他的底线并非所有士兵的底线 特别是为前而来的老白和老黑 他俩不愿这样看似软弱地等下去 随即让汉墨交出指挥权 但汉墨岂能被两个小小的上尉给阻挠 双方在室内大打出手 梅森见状于是用火力养护汉墨 但此刻的他已经身中竖枪 最后一枚毒气弹在灯塔里 说完便没了任何生命气息 只是可惜他的一番热血 终究还是为错误的选择买了弹 然而眼下老白的攻击还在继续 梅森留在原地拖住他 而凯奇则是来到灯塔 他急忙拆下毒气弹外壳 可老黑却也赶到了这里 凯奇拿着毒株让老黑也不敢乱来 在两人交谈拉扯之际 凯奇启动发射案 弓弹头被弹射而出 老黑也被直接撞飞 最后被楼下的体育给贯穿身体 拿着毒株的凯奇跑向铁台 并打算将其藏起来 只是其中一枚毒株突然掉落 这下的凯奇飞扑上前 然而他的这一举动被机枪手发现 差点就把他打成了筛子 关键时刻还得是梅森出场 悄悄地把机枪手解决 然而老白剑毒气弹都被凯奇破坏 气得他要跟凯奇拼命 双方扭打在一起 可是凯奇并不是老白的对手 他只得拿出掉落的毒株 趁其不被塞进老白的口中 没过几秒便彻底领了盒饭 只是凯奇也因接触了毒气体 他随即从腿部取出一管试剂 强行扎入心脏处 剧情交代正能抵抗毒气的轻食 但心脏被异物扎入 这让凯奇简直就是痛彻心扉 虽然保住了性命 以及解除了岛上的危机 可是战斗机已经携带大量炸药 朝沃摩岛飞来 得以喘息的凯奇又拿出信号弹 缓慢走出屋内并无力地跪倒了下来 眼看战斗机开启了火力按钮 可率先发现凯奇手举信号弹的 却是隔岸监视的探员 他连忙向华府汇报 小胡子听到信号急忙让战机取消轰炸 虽然信息及时传达出去 可是其中一人还是没来得及停止 一枚炸弹正好落在凯奇的附近 爆炸的余波也把他掀入了海里 而其余的战机则是及时反应过来 这才没有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就在凯奇要沉入海底之际 还是梅森及时地出现 再次救了凯奇一命 眼看已经完成了任务 但华府并不会真的让梅森重获自由 凯奇于是向华府汇报 毒气弹危机已经解除 克遣队却是全部牺牲 梅森也被爆炸给直接蒸发 显然这是要给梅森一条通往自由之路 至此电影也接近了尾声 《勇闯夺命岛》上映于1996年 属于一部点终点的动作惊悚大片 当初本来是要邀请施瓦辛格扮演某位角色 在恰到好处的爆破与动作之下 还能体现硬汉之间的柔情与热血 个人认为影片不光有深度 同时还有人性的温度 加上由汉斯继默为影片量身打造的背景音乐 让这部动作大片看得是热血沸腾 而它与电影本身 也一同成为了我们所熟悉的经典